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原來廣東佛教是很特殊的 特殊在 其實我們之前都有提過 一部份是受地理影響 包括了我們不受北方影響 是因為地理的緣故 第二 還有由印度和東南亞來的高增 或者那些叫梵增 他們在外邊把佛教帶進來 而有趣的地方是 他是進來廣東 但是他不以廣東做基地 而是透廣東 其實就是等於天主教的傳教士一樣 他是以廣東作為進來的一個點 但是他的目的是上北方 不過他被天主教早來 所以當時他去北方的地方 因為朝廷是在中原以西的地方 所以都是西安 以前說的長安、洛陽那些 他們以那個地方為目標 後期的傳教士 就以北京作為他們的目標 其實概念一樣 但是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因為原來跟中國佛教的 什麼叫中國佛教呢 就是佛教來了之後 受了一個長期的中國化 很多東西就變成了我們中國的一種形式 譬如我們不會托撥行黑的 我們的和尚 我們是自己耕田 或者是等人供養 而更多其實就是朝廷給他的一個補貼 這間寺是我們官方 所以你有時去國內看一些叫寺院 他有些寺是斥修 斥修的意思就是官方的 是皇帝命令 因為這個是等於皇帝 他有幾個叫官寺 另外一種是斥修 斥修是指什麼呢 這些寺院他要做什麼一平日 我養了一班的僧人在這裡 他們就是念經 他念經為誰念呢 就是為皇帝和國家為皇室的成員念的 所以就叫做斥修 斥修就是我們皇家會給他錢 等他們就養著這班人 每天就跟我們念祈福 這些就叫做護國 所以如果你看到那些寺院門口 那個大牌匾斥修 或者寫護國 你一聽護國就知道 他是為國家而建的 那個責任就是幫國家祈福 還有一種就是開園子 開園 很多開園子的 你會發覺去到全中國都 很多開園子都叫開園子 你去過幾多間 你去過幾間 你就忘記自己去過幾間 因為當時唐明王下令 每個地方都要有開園子 為國家祈福 所以這些後來 為什麼統稱都叫做斥修呢 就是官方的 所以他們來了中國之後 是受朝廷 受官方的支持之後 他們那種弘法的模式是有別於印度 這套東西其實就簡稱 為何現在叫做漢傳佛教 舊時叫做北傳 或者叫北傳佛教 簡稱中國佛教 其實就是中國化了的佛教 所以你用中文的 所有那些經文都用中文 但是因為當時有趣的地方 他們和朝廷的關係太密切 所以如果國家有什麼東瓜豆腐呢 其實就直接波及這些官方的字院 所以這些官方的字院的高增 高增 他一發覺以朝廷不行 或者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就複雜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都打仗 一打仗他就離開了 他要帶著那些人遠離這個政治圈 離不完 但是能夠走的就走 所以你看那個年代很多的高增 最有趣的就是帶著那些人怎樣走 但是你不要理他 就是因為他夠亂 所以高增就特別多 因為最艱苦的時候 就會看到哪些是真正的修行人 你越是有錢 越是社會好 就越難有高增 為什麼呢 沒有辦法 環境好嘛 好就享受 一享受就出問題 這不是現在的問題 是歷史上 歷代都是這樣 所以當時有一批人覺得 我們太過緊貼朝廷 其實是有愛我們的修行 宗教始終是一種修行 所以當時有一批人 就帶著那些徒弟 就離開中原 那麼到處走 走去哪裡 走去南方 就是因為大嶼嶺擋住了 所以廣東好的地方就是 只要我一進入了廣東 基本上北方打到七彩都好 我們都沒有關係 所以你看六祖壇經 他為什麼會特別強調 六祖大師 他會走來 達摩祖師是怎麼來的 達摩祖師就是坐船來到廣州上岸 但是他跟著過長江 當時的政治首都那些 就在北方 但是六代人之後 六代 即是全徒弟全徒第六代之後 始終他們都要走回南方 以廣東作為南禅宗弘洋的基地 就是在廣東 這個意思就是說 原來我們就把這一套佛教 帶回來南方 南方的好處就是 不受北方影響 所以形成了我們 整套中國的佛教核心 就是禅學 禅學當中的基地就是在廣東 就是因為廣東一直都 不是很受北方影響 直到清朝 明朝清朝的時候 歐洲人大規模來的時候 開始有變化 但是都沒有影響 所以廣東 就跟北方的佛教 是有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就是我們分開它 我們還我們 他們還他們 近代我們為什麼要說都市佛教呢 因為在都市佛教之前 其實北方的佛教不影響我們 我們仍然是受拱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用廣東話 用廣東話 第二件事 因為佛教來了廣東之後 跟當地的人 就是廣東人 是有很密切的互動 如果你想知道 我們之前都提過 有幾個地方 一個就是頂湖山 一個就是羅浮山 另外一個就是廣州 然後還有一個是韶關 就是這條十字線 這四個點 然後在沿海還有一個地方 就叫做潮州 和雷州 只要你掌握了這幾個點 你就會知道那個廣東佛教 大概那個規模是怎樣 就是因為廣東人 又是不受北方影響 所以我們特別多人喜歡拜神 其實廣東人都喜歡拜神 不過那種拜神 和福建人拜神 是不一樣的 福建人拜神 是因為他要離開廣東 去東南亞生活 所以他們要藉著拜神 來去表達對神明的 因為出海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們要透過很多的儀式 去表達我們對神明的感激 所以我們要扮 這個余蘭 我們要把廟建得很漂亮 全部是手工 手工就代表心機 我要用我自己的行動 去表達對神明 所以拜神對福建人 但是廣東人都喜歡拜神 但是因為我們不用出去 所以危機的感覺 沒有那麼大 那喜歡做什麼呢 基本上有看到什麼都可以拜 石頭又拜 樹又拜 什麼都拜 其實這些不是說 到處都是這樣 廣東人特別重要 所以當時我們之前都說 我們將廣東的一套東西 它在不同的點 都發熱 佛教去到廣東不同的地方 都會跟當地的文化結合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 就是潮州佛教 潮州佛教就是 當地人喜歡拜神 然後我們將他們 當地的東西 跟佛教的文化結合 所以就發展了一批 叫做香花僧 香花僧 就是佛教又不認他 道教又不認他 他又說他自己是 潮州佛教 很有趣的 很簡單的 他穿的衣服 都是一件黑色袍 白色袍 然後穿一件袈裟 那件袈裟是有格仔紅色的 好像和尚一樣 但是他不看頭的 他一樣可以放鹽口 一樣可以做法事 你現在見到那些 朝人余蘭會 你就會見到 有一群有頭髮有性的 他們穿的衣服是袈裟色 但是佛教不認他 所以他的會 有名字叫做念佛社 普慶念佛社 什麼念佛社 那些就屬於 潮州人自己去做 拿了佛教的形式 通常在哪裏最多呢 衛州和潮州 過一帶就做這一套 他過了衛州 到廣州了 廣州那一派就不同了 因為那裏有很多繁增進來 是印度的正統的走進來 所以他又有另外一套 廣西 不是 這個鼎湖山 又有一批廣西的人走進來 所以他慢慢又和當地的人 又有他們 所以其中一套叫做 四大捕州的驗口 原來就是在鼎湖山出來 是鼎湖山才有的 因為他們走爛走到來香港 所以就把這套東西帶來香港 這套東西又叫做廣東驗口 沒錯 現在你寫非為辦 就把它譯了做廣東驗口 其實這個字 你問我的意見就不準 因為在廣東裏面 有很多種驗口 有佛教的 有潮州的 還有一套叫東莞的 那麼東莞算不算廣東呢 所以這個字 不足以清楚表達 所以通常佛教內部 就叫他做四大捕州 又和北方人放的驗口 是不一樣的 廣東話 用廣東的小調 你聽聽一下 這些歌我們看粵語蠶片 有的 他就用那個方法去唱 但是他用那本東西有趣 他用北方的本 但是他唱的時候 就用我們廣東 所以他只是傳徒弟 所以你拿著本東西沒有用的 你是不明白的 因為只是師父教徒弟 但是他唱的時候 你就知道 是和北方不一樣的 所以這些 都是一些很特殊的情況 因為我們廣東佛教 就是受這些自己一套的方法 去弘揚 本身和北方不一樣 如果不是鴉片戰爭之後 有一班人走來 因為打仗的緣故 他們移到香港 當時廣東那班的僧人 主要都是以山林為主 照傳統 我們在山邊裏面 找個地方買個地方 我們就搭奸療房 統稱為精舍 這批就是指傳統的僧侶 或者是那些叫做孤泰 孤泰是指什麼呢 就是疏起不嫁 種種原因 很多種原因 總之他不嫁 他準備要出嫁 或者他本身是信其他的 比如先天道 他信先天道 不過後來他信道教 也可以拜佛的 尼姑又不拜道教的神明 但是他反過來就可以 所以他們也有冒佛的心情 但是他未必 他的生活的習慣 是出家人的生活 但是他沒有正式出家 所以那些統稱叫做孤泰 仍然都是在山裏面生活 基本上與世隔絕 我們和市區 基本上都不出去 除了看病 買東西之外 基本上我們不出去 所以我們統稱那些叫做山林佛教 另外一批 上次我們臨員的時候 我們說了幾件事 第一就是社會時代的影響 社會時代的影響 包括了批孔 由批孔到尊孔 即是說批判孔教 不是孔教 其實是批判孔夫子 因為當時在1911年之後 大家就覺得 我們中國的東西 好像全部都落後 為什麼人家那些這麼先進呢 我們講民主科學 我們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這麼落後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 整個中國都是反對孔夫子 落後封建 所以香港這一班的有錢人 即是上環西環 這一班的中國有錢人 他們覺得不是 因為我們這幾十年 都是在香港生活 是一種尼曼著西方文化 我們會放聖誕節假 我們會放復活節假 我們生活和歐洲人接觸 很多他們說 中國人都穿西裝 他們覺得我們 我們和人做生意可以現代化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華人 我們有一些傳統文化的東西 我們要保留 所以我們在歐洲人管治之下 我們特別感受到 保護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相反國內的人就不是 我們一向都是傳統文化的 現在就是因為傳統文化過多 追不到人家西方的文化 所以就突然間有一段時間 就覺得孔夫子的思想 就是阻礙我們學習西方文化的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掃除 我們講白話文 不要講文言文之類 所以有一段時間 就是一種批孔的 一種很強烈的風景 在香港人 那班有錢人都覺得不是 哇 糟了 現在我們中華 大清朝就沒有了 中華民國成立了 但是都亂七八糟 天天都搞什麼 都不知道 究竟國家是怎樣 在文化社會上 就開始只是學西化 我們中國人的東西 好像傳統越來越無 所以在香港那班有錢人 就有一種很強烈的 糟了 現在國家搞成這樣 香港就成為我們最後的堡壘了 如果我們不去保護傳統的 儒家思想等等 所以當時有一個很有趣的文化保護的東西 全部都走來香港 其中有一個叫展法不易服 展法不易服 我們不留邊了 因為這些是滿洲人統治的一種象徵 不留 但是我們穿長衫馬靠 我們不穿西裝 我們是刻意的 故意要穿長衫馬靠出來 所以你看到以前的人穿長衫馬靠 是覺得 現在就覺得 怎麼這麼老套 或者什麼什麼 但不是的 那時候覺得是刻意的 我們跟你做生意一回事 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文化本位 所以有一班有錢人 首先就是專恐 專恐就是搞一個恐性會 恐性會 先搞一個恐性會 而這班人就是這班有錢人 這班有錢人 既然有錢 他就即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所以通常政府就會給一個 什麼太平紳士 爵士等等 通常就是這班 在社會上有號召力的華雙 他們首先是專恐 但是搞到一個地步 之後發覺恐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不是一個宗教 你號召大家去人意禮智沒有問題 但是它號召不到大家在信仰上的組織 我們沒有教主 就算你說恐夫只是教主也好 那誰是接下來的繼承人 是不是姓孔的人去 顯聖功的後人可以去做 搞決不了這個問題 所以後來發覺 原來恐教 當時叫做恐教 但是它不是真的一個宗教 它只是一種道德的號召 但是它做不到一個 好像堅主教 基督教 或者好像佛教這樣的一個組織 號召不到這種信仰的力量 所以後來它發現了 在餘式道當中 道教也不行 也很散亂 所以只有佛教 佛教具有世界性 又有一定的組織力 又夠傳統 來到中國的寺院 你又不是很覺得它這些印度人 沒有的 因為它完全中國化了 所以在大概二零年代前後 開始有一幫 就是這幫居士 在家做生意的人 他們由尊孔 慢慢轉到去支持佛教 就是因為它覺得 只有佛教才可以號召我們成 中國人 因為中國人大部分都會拜佛 拜觀音 就號召他們 無論在信仰上 它又有傳統的力量 和它有足夠的組織力 去抗衡西方的思想 包括基督教天主教的文化 再加上我們上次有提到 最後在大概那個年代 就是大概二十年代 開始有一個叫做飛機運動 飛機運動就是 非基督教運動 因為當時就是這個風潮來的 當大家覺得孔夫子那套東西不行 我們中國是落後 所以很多人就在歐洲的學問裏面 尤其是在教會思想裏面 因為教會其中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社會慈善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這麼多事情呢 每一個範疇都有影響力的 於是很多本地人 讀教會學校的人 亦都受了教會的教育 他們感受到它的好處 所以他們都是教徒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就是因為有基督教天主教的思想 所以人家的好東西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教會 將外邊好的引入來 從而改變的世界 改變的社會 所以當時就有一批 很尊重傳統文化的人 覺得 我們要抗衡它 所以叫做飛機運動 就在報紙裏面 由朝到晚 就互相在那裏不戰 基督教的文化 怎樣好 這邊就有一班人就說 不是我們傳統文化怎樣好 基督教對我們那種文化的入侵 怎樣怎樣怎樣 就天天在那裏不戰 所以就叫做飛機運動 這件事都在香港 你都會看到 你留意有一批的學校 很有趣的 有一批學校 天主教的學校名 通常以前是用聖人的名字 聖什麼什麼 聖什麼什麼 有一段時間 是不用這些名字的 因為這些聖人都是外國人 他改了一些很中式的名稱 不是中國人 而是中式的道德 德愛 德望 德華德 等等這些字眼 是你中國人聽下去的感覺 是很適合我們的 中國華德 華人的德行 德望 有德就有希望 你自然 你對號入座 你覺得對 但這些就是很多人 因為飛機運動的影響 所以教會特別 免得有一種 你一說姓什麼什麼 他就引起大家不高興 所以他就特意 改一堆名稱出來 改這些名稱 就是讓大家容 因為始終你在香港辦學 大部分的都是本地華人 他為了減低那種 飛機運動的一種矛盾 所以他就改這些 中式名稱 說那麼久 還在說 香港都市佛教 最主要就是因為那幫居士 那幫居士是做生意 做生意 就是代表他們的社會經驗 是清楚的 是很強的 憎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對社會的經驗很薄弱 在傳統的 在爭官的制度之下 沒有 你不會看到有問題 但是一來到香港 政府不支持他 你每樣都要自己搞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原來他有一大堆事情是搞不定的 第一 發規 一說法例 他就不行了 所以出親事的骨灰鵪 就是這樣來 就是因為他不懂法規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缺乏了社會經驗 他只是用回國內的時候 我們搞寺院是這樣的 所以他就直接搬過來 我們在山邊搭一間 那就是我的了 他以為什麼都可以做 但是來到香港這個地方 就不行了 那你有沒有留意 為何道教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道教 當時走來香港的那批道長 很多 後來 他們那個理事會 或者董事會 他就找了很多信徒 都是做生意的人 他們就會告訴你 原來在香港開間道觀 你要有手續 要有程序 所以以前 當他一扮 一個道觀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這一班 做生意的人 已經跟他找律師 按足法例做齊了所有事情 所以他們為什麼沒有問題 因為他拿足了那些牌 為什麼他們會做 就因為那班人本身就是做生意的 你現在去對付那幾個大的道堂 道教的機構 你看一下他的名單 很多都是跟做生意有關的 但是佛教的人 很多時候就不是 就是看師父 師父說搞了 但是那個委員會裡面 大部分都沒有居士 沒有居士 沒有居士 就是沒有社會上的 有社會經驗的人 參與 給你一個意見 樣樣都是我說 我們以前是這樣做 所以我們是這樣做 所以現在出事 就是出在這些地方 每一樣東西 不要小看 所以香港佛教 或者香港的宗教 華人宗教裡面 其實最核心就是因為有一批 有社會的官身 在後面支持他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 就算到今天都是 不是純粹爭人 還是道長的事 而是後面那幫人 他們有社會的經驗 還有出錢出力 你要搞啊 我現在要開個醫院 你以為你說開 他還要出錢 所以早期 尤其是戰前的事 絕大部分 都是那些有錢人 自己辦的 然後再請一些精神號召的人 就是那些師父 他們就精神號召 因為居士他不可以幫你打龜衣 他不可以幫你坐上去放驗口 他要請個宗教人士回來做 但是中間那些事是怎樣做呢 就是這些居士做 還有他既然是居士 他有社會經驗 所以絕大部分他們選擇的地方 都是市區的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最多佛堂聚集的地方 就是堅道 在一九二零年前後 到戰前 最多這些十幾二十年 最多就是在堅道這條街上面 第二批就是在太平山街 太平山街就是那些佛堂 道堂多 就是真的做法事的地方多 但是搞佛學社 好像現在這樣 晚上我們來講佛經 或者是做一些文化推廣 那些教義推廣 就是在堅道 而且那個後面 扮這些的人 都是那些有錢居士 而且他們做的事 不是純粹宗教 還有一些社會 看見你慘 我們扮一些異診 你生活不夠 我們扮一些慈善福利 很多東西 都跟社會的發展 是有配合的 待會我們看報紙就知道 好 這一位是誰呢 何東 隔壁那位是虛雲老和尚 虛雲老和尚 是中國佛教 近現代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你看看 他來到香港 當年1935年 這張照片是1935年 東華三院 扮那個打水錄 就請虛雲老和尚 來香港打 來香港做主持 當時他來到香港 其中一個就是 何東爵士 請他去西摩道的家 見面 吃頓飯 聊聊天 兩個在家裡 拍了這一張相片 當時他是國內一個很出名的高僧 所以請他 大家談了一些事情 所以有錢人可以辦很多活動 但是你要請一些有宗教力量的人 香港沒有 香港本土沒有 因為你本身沒有培養這些人 所以只能夠在國內請他來 那麼我們 在我本書裡 就提到最早的佛教活動 就是這個 都市 都市 就是 1916年的香港佛教講經會 1916年 1916年 不過我現在最新找到的 最早的市區活動 不過他不是公開 其實是1907年 是由日本人搞的 日本人更先 日本人更先 不過不要管他 我們講回這裡 1916年 由本地的華人 組織這個叫做 香港佛教講經會 簡稱講經會 那他扮什麼呢 這裡是紅色的 扮義學 提倡素食 贈醫師藥 喂 1916年 100年前 當時的社會 很多東西 除了東華 諾善堂那幾間大的之外 其實 你怎麼這麼容易去辦 這麼多這些慈善的事情 以前那些 那些有錢人 他家裡 通常是在家裡有一個小佛堂 有兩個堂 一個堂是擺祖先的 一個堂是用來做佛堂的 如果他信佛 他另外有一間房子 專門擺佛 擺個觀音 擺個佛像 輕什麼呢 就請師傅回來 去他家裡 因為以前家裡很大 你看那些文初片 就知道家裡很大 所以他們可以 直接請師傅回自己的家裡 你在我家裡住一頭半個月 沒問題 我們下午就有空 當然不是那個 那些太太 那些太太不用去上班 所以就喜歡約了什麼太太 什麼太太 我請了個大師回來 他說什麼佛經很厲害 我們就請他在家裡住 家裡住之後 我們每天下午三點鐘 叫太太來 我們今天不打牌了 我們就來我家裡 聽大師講佛經 他們以前就流行這樣的 所以 為什麼跑馬地有這麼多佛堂 你不知道 其實跑馬地有很多佛堂 其實就是當時 因為那些有錢人 就住在跑馬地 不過索性 不行 我們就在附近 買個單位給他 師父你直接在那裡住 開一間佛堂 就是那個年代 幾個有錢人 一起買個單位 就很濕碎的 有限錢 每人探索 我們幾個 什麼太太 所以 跑馬地有特別多佛堂 當時 其實就是當時 請過那些大師來香港 你不要走 因為你來家裡住 一頭半個月 講完就回去大陸 那時候就考慮到 哎呀喂 又打仗了 你不如不要走 我們香港也沒有什麼師父 你留在香港 所以就是這樣 就是當時有的精舍 問問一下 會不會是那時候 那個環境 那些人比較偏向 要小成佛教 沒有 沒有 中國是喜歡講大聖 不喜歡講小聖 全部都是講大聖 所以你看到 當時是請大師來講 就是因為這些背景 所以早期香港佛教活動 其實就是在家裡進行 但是就因為不公開 都是我們幾個什麼太太 打開著友 就要大家 我們請了什麼大師來 就是這樣 所以慢慢 你們反正都請了些師父來 那不如我們 都搞些公開些 大家有錢 即不一定有錢人才能聽 所以他們就在堅渡等等 就開了一個叫做香港佛學會 其實就是簡稱 其實叫做佛教廣經會 就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可以 幾時幾月幾日 我們公佈給大家聽 請了誰來講 那你們就按著時間上來 就是這樣來的 就由這裡叫佛教廣經會 直到1930年 他才改名 正式改名做香港佛學會 沒有了 不過這個會已經 另外200年這一位人興 叫做王兆偉 王兆偉 他就在新蒲江 就 當時有一個叫曾婦花園 曾婦花園那裡 買了一個單位 其實是別墅來的 所以他自己 就搞這個叫多多 他不是叫 胎瘡不是叫多多佛學社 就是一個 又是潮州式的佛教 會放驗口 因為他喜歡扶雞 每天都可以扶雞 為甚麼呢 因為他附近 在新蒲江走過 就是王大仙 他整天都扶雞 什麼東西他都會問 有一天 就有個菩薩走下來 告訴他 你不要每天扶雞 你只是扶雞 這樣就不行 不如你好好 念佛 你只是問事沒用 你要修行 你自己要 你問事都是師父聰明 不是你聰明 所以你要修行 他就說 其實我叫多多菩薩 我現在下來就告訴你 叫你 你不要只問事 你要修行 修行就是念佛 叫他多些念佛 他說我是多多菩薩 我現在就叫你念佛 所以以此以後 他就不扶雞了 就去念佛 所以他就開了一個 叫多多佛學社 當然現在沒有了 新蒲江都做了工廠區 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 這個牌還在這裏 後來他晚年的時候 就買了大埔的半春園 半春園就是他 所以你現在去半春園門口 沒錯 錦山上面 你去半春園門口 還有個銅牌釘在這裏 寫著多多佛學社 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他以前本身就住在新蒲江 後來就搬去那裏 搬去那裏 做半春園 那晚年 即是臨過世之前 就把業權送給另外一間佛學 佛社 所以他寫著 鄉海連社 多多佛學社 就送給鄉海連社 到1930年 佛教廣經會 他就改名做香港佛學會 你先不要理他 甚麼名字不重要 你看一下這個會的董事 是甚麼人 那你就知道 一回是甚麼事 第一個是周秀臣著事 周俊年 他的太太 還有何東夫人 當時沒有東聯國縣 還有陳蓮伯李逆梅 李逆梅是東華的總理 那你跟著後面寫一大堆人 岑泰史 岑泰史也有 另外就是葉南泉 葉南泉是甚麼呢 就是華商會 即是今日的總商會 即是那班的理事 這裏一大堆都是那堆理事來的 全部都是當時社會上最厲害的 那一批華人 葉南泉是其中一個 很出名的 很重要的 鄧伯球 是親戒的 是吧 你說這些人 你想想 原來你這個佛學社裏面的號召人物 當然他不是下手下腳做 但是你想想 你能夠聘請這班當時 都不是百分百 但起碼都頂尖 是吧 不用的 只是兩個人 一個周秀臣 一個何東夫人 是吧 你只是這兩個人的人名 放在這裏 你就知道這個會社 一喊 有誰不響應 所以其實佛學會 當時的目的就是 我剛才說的原因 因為中國進入了 混亂的狀態 恐教又不足以號召 我們香港有 瀰漫西方文化 所以這班人後來 其中你看陳廉伯和劉德浦 這裏有沒有寫劉德浦 可能在另外一裏 剛剛可能這裏沒有 劉德浦父子 他們就是其中一個 由孔教 他們就是孔聖會的創辦人 轉到去推動佛教的 一個關鍵人物 為甚麼 因為他們搞完之後 發現原來好 就這樣號召孔教 不夠力量 不夠力量 所以只有佛教 才可以具備這種影響力 所以當時需要有這班人 大家一呼就百應了 因為大家在香港的人 香港的商人就感受到 我們香港現在就是保存文化最後的基地 我們不做 沒有人做 所以這班人 你說是不是百分百 都是信佛呢 未必 或者是很虔誠的佛教徒 未必 但是在當時的氛圍之下 就覺得佛教是其中一個最重要 抵抗西方文化的一種力量 所以就有這個香港佛學會 所以當時他做了最偉大的事情 就是請到當時中國佛教裏面 最重要的一個領袖 中國佛教會的會長 就是泰虛大使 在當時來說是整個中國 你說剛才虛魂和尚 他雖然都是很厲害的人物 但是他不是整個中國佛教會的領袖 他自己是很厲害 但是他沒有參與做佛教會的事務 他是高僧 他是禅宗的大德 但是他是自己修行 但是泰虛大師呢 他是整個中國佛教會 中國佛教會是在國民政府裏面註冊的 當時不是國民政府 在中國政府裏面註冊 是代表整個中國佛教的一個總單位 就像今天香港佛聯會一樣的道理 所以變成他是周圍去號召佛教 怎樣做 我們現在要怎樣發展 是很重要的人物 當時就直接請他來 1920年在明遠 在這個北角明遠遊樂場 當時沒有公眾的 即是沒有大會堂 沒有什麼這些地方 所以只能夠 最大的地方就是 就是在明遠那裏 租這個遊樂場 就跟他舉辦了三晚的 一個公開佛教講座 即是任何人都可以參加 不用錢的 那當時這個展報 《華致日報》 就將那時候他講過的話 就在報紙裏面連載三天 那當時很厲害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沒有試過公開的 以前我們聽佛經 做佛教法事 你一定要去寺院的 老遠走去大嶼山 那現在我們不用了 反過來 在明遠好日 都沒有機會進去 普通人怎麼進去呢 明遠的定義是什麼 那些遊樂場 即是等於今天的海洋公園 你要付錢進去 你要消費 雖然明遠是吃點心 以前吃點心都不是那麼容易 現在我們才說喝茶 以前一百年前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去喝茶 所以去明遠、御苑 其實是高消費的地方 現在有得 還進去 還沒試過什麼叫做廣經會 我都不知道什麼 所以當時很多人去 報紙有特別說 電車都要加開 還要是晚上 晚上開 不是日常 晚上就是等大家放了工 然後去北角 但是怎麼去 走路去 所以電車公司都特別加開 加開半次方便大家疏道 等大家 本來停車了 都讓你那兩班特別車 載大家回家 所以當時來說 很多人沒試過 不知道什麼來 所以參與這個 很重要 還有 因為這次搞了之後 這個佛教廣經會 就有很大的信心 很大的信心 原來也很多人支持 所以 只要大家肯銀河包去號召 我們不如請多些不同的大師來香港 舉行不同的活動 所以大概1922年 就舉行了一次的念佛會 廣經會就顧名思義 就是佛學講座 我講 你聽的 念佛會就簡直 帶大家一起去 我們一起來念佛 連續三天 又是在明園 當時沒有場地 所以大家都在明園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原來我們在智園是怎樣念佛的 不過報紙又不是很剪到 不是很剪到當時的報紙 所以希望將來再展到給大家看 因為搞了這些活動之後 開始就流行了 開始請很多不同的高則 這張珍貴 這張珍貴 禮遠 來 不是尼舞台 是尼幻 就是尼幻 家族 其實尼希腎 這個叫做尼幻 銅鑼灣 即是現在的利源山道附近 為何會借到這個地方呢 很快地說 因為當時利希臣被人在中環刺殺 中環都忘記了 總之是暗殺 死了之後 因為利希臣的太太 跟張連閣 何東夫人很相熟 因為張連閣她自己信佛 她就跟她說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 安慰她之餘 不如這樣吧 你跟你的先生做多些佛事 除了請人回來超渡之外 但當時沒有場地 所以她說 你當時在銅鑼灣利源山 是有一間別墅的 其實利苑農場上的那間是別墅 不如這樣 你借給我們 請高僧來香港 做超渡佛事 即是超渡她丈夫 即是利希臣的法事 不過 她說 我們多些結緣 即是跟大眾的結緣 反正你都請了些師傅回來了 不如你就開放 給其他的人來做復戰 即是你公開貼一張東西在這裡 我們這段時間就會做法事 如果大家又想借這個機會 超渡你的祖先的話 你就幾月幾日前來我們這裡登記 變成這班師傅又可以超渡我的丈夫 但同時你亦都透過這個機會 跟其他人去結善緣 因為以前沒有這樣的活動 如果東話不搞就沒有了 所以因為做了這次活動之後 利夫人就跟佛教結了緣 她說也好 反正我這個地方都丟空在這裡 所以自此後她就很願意 把她的別墅借給佛教的機構 來做活動 所以凡是那班上層社會的那班太太 一知道那裡 就有些師傅經過 或者她自己去國內旅行的時候 認識到那些高僧 有時候請她來的時候 絕大部份就是去李希慎 這個別墅那裡去舉行活動 所以這張照片就是當時 很多時候在她舉行活動 其中一次就是茂峰法師 在裡面舉辦這個佛經講座的時候 的一個照片 它上面這樣寫 聽眾遇四千人 當然不是一天裡面四千人 就是說整個廣經的時間裡面 十幾天 這樣裡面總共合起來 有四千人人次來聽 但是當時來說 當然是去 你不信就去坐下也好 你哪有機會進去 哪有機會進去看 是不是 那就是 你想想我們以前 去虎豹別墅 你理得它是十八 十八層地獄 是不是都忠去看 畢竟都是有錢人的別墅 進不了他住那裡 外圍花園都看 以前有些人也很過癮 我弄了個別墅出來 我又不介意給別人去看 現在當然是不可以離遠 已經弄了那一集 弄了那麼多 以前的概念 因為公共的娛樂空間很少 可以與眾同樂的 就讓你去做 你看到那個空間很大 其實是嗎 他撿過裡面的空間 你看到你數到下面坐的位置 就是那些聽眾的位置 喂 你就這樣看的位置 都知道起碼有百幾二百個位置 上面就有一個小禮台 禮台上面就是一個 就是那些講經的位置 正中間比較小的位置 其實就是師父坐在上面 就升座了 在那裡講 下面的人就在那裡聽了 那這裡寫著 茂峰法師於利縣講心經紀念 十八年 即是二九年 因為茂峰法師是二百年來香港的 二百年來香港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離開了 因為大家很恩勤地邀請他 不要走啦 你留在香港啦 另外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這個 這個更過癮 這個叫曾賢宗居士林 更開心 現在還在 因為 整套密法在唐朝失傳了 就是這一位黎月珍居士 大柯瀉尼 不叫居士 大柯瀉尼 大柯瀉尼是一個身份 即是他要受了這個法 去到這個位置 那麼他就有權 將這個密法傳給你 你可以跟他學啦 那麼這個大柯瀉尼呢 就是其實他都是做生意的 本身 本身他是做生意的 他就是做生意 去到一個地步之後 就是你不再為生活 籌謀了 所以他有時間在家看佛經 那麼就看看看看 看到一個地步 發覺 咦 讀到一個叫密教部 去到密宗那部分 發覺 為甚麼密宗那麼厲害的 那麼多甚麼法要 但是在歷史上 去到唐朝唐武宗滅伐 我整套東西 在中國短暫出現了八十多年之後 就消失了 沒有了 整套東西在中國留不到 所以他就覺得 為甚麼這麼好的東西 來到我們中國 再由我們中國傳到日本 但居然我們整個中國是沒有了 幾千年都沒有了 是只有兩樣東西留下來 一個就是大悲咒 一個就是炎口 放炎口 是這兩樣東西留下來 除此以外 整套密法在中國消失了 一消失 幸好在消失之前 就有空海大師來中國 學了這一套東西 帶了回去日本 在日本的高野山 建立了這個真言宗 把整套東西一千二百多年 一千二百多年都忘記了 總之留下來 所以當時他就讀 讀到這裡很厲害 為甚麼我們中國這樣 於是他就聽聞 當時曾言宗傳到 不知道第四十幾代 還是五十幾代 那個叫做大曾正 日本的 最高的那個叫做曾正 大曾正 他就不知怎樣 請到一張大曾正的照片 回家就在自己的佛堂 每天就對著大曾正祈禱 哎呀 大曾正你快點回來 我們中國 將我這套密法 帶回來我們中國 他每天在這裡念啊 拜啊 拜了幾年之後 就真是被他求得到 1925年 大曾正就受這個 潮州的信徒的邀請 就去潮州弘法 在日本那套 將整套密法帶回來中國 就在潮州的開源紙開壇 因為他就說 這套東西其實是從中國來的 不過在中國失傳 所以如果中國人想學 我很願意將這一套密法 傳回中國人 所以當時潮州人就有人 真是不知為何那麼聰明 就去了日本就請他來 他一聽到這個大曾正來香港 不是不是 來潮州 他就約了張廉閣等人 就立刻去潮州 撲去潮州那裏 就接受灌頂 然後就請 不如你不要只在潮州了 不如你離我們香港 傳 就請他回來他家裡 在他家裡傳 灌頂 當時幾個又是那些有錢人 就在家裡灌頂 雖然不公開 但是都叫做第一次 第一次之後 然後他們就透過書信 當時沒有Facebook 就靠書信 有東西不明白就問 這位大曾正 就覺得這個人挺熱心 真是有誠意 於是就寫信告訴他 1925年 你來日本 你直接來高野山 那來我們那裏 閉關 半年 大半年 不止半年的 大半年 就在那裏 將整套密法 從頭到尾學一次 學完之後 你做齊所有事 就將這一套 密法傳給他 就叫他 叫他 將這一套密法 帶來香港 在香港 好好地 混揚 因為香港都是中國地方 就是說殖民 但在概念上都是中國人的地方 就將這套密法帶回來 中國 所以就 還將他自己那套袈裟 就像看電影一樣 將直到脫下來 親手交給 這一位 讓他帶回來香港 所以他在香港之後 就自己銀河包 他是有錢人 他有幾個銀河包 就在銅鑼灣 大坑那裏 就買了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光明台 為甚麼要叫光明台 因為真言宗 他最要講的就是光明 他修的法 最要就是光明 所以特別改這個名字 做光明台 這就是二十年代的照片 你看看那個年代 在銅鑼灣買到的地方 還要自己可以起到四層高 還要分男女林 一邊是男 隔壁還有個女的 即是男還男女 還女是分開的 現在都是的 那你可想而知 他沒有錢怎麼做 當然不是他一個給了 但是 為甚麼他們沒有問題 就是因為 他們都是找律師 當時馬上去政府登記 我們這個叫真言宗居士林 有了章情 買了些地 是很清楚的法律問題 這張就是 黎月珍帶柯瑟尼那張照片 他就很積極的 不過他十幾年時間 就翻譯 將日文的東西翻譯做中文 所以他對於物教 能夠翻回來中國 他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不過在中國 講物教歷史的人 提他比較少 反而提潮州那個多 但是潮州那個是第一個 但是他中途斷了 反而是曾言宗居士林 是沒有斷過 從頭到尾 今年是 今年是 你想想八十幾年 九十幾年 快要一百年了 現在他還有活動 他每年都有活動 你自己上網看著 他的事要在日本 每年請那些日本的僧人 來香港是舉行的 還有 因為有了剛才這堆東西之後 在香港島裏面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 當然就是何東夫人 何東夫人的活動 就是1930年左右 他已經做的了 只是三五年 東年國縣落成 就成為了一個新的地標 但是其實之前他已經做了很多 其實最主要 為何他會做這麼多佛教的事呢 因為他自己那邊的家 本身是信佛的 所以他從小到大都聽佛經的 對他來說不陌生 但是就是因為他跟何東先生的第一個兒子 腰節了 他腰節了的時候 因為他不開心 那不開心呢 何東卓雪就說 不如你去旅行吧 你不要經常困在那裡 所以你去旅行 他旅行的時候 有甚麼地方好去呢 除了歐洲去買東西之外呢 因為他家裡是信佛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那些太太們 那些親戚朋友就跟他說 不如我們多一些去逛逛那些佛寺 逛逛山 你知道去旅行天下明山 是增佔多回大陸去看的 所以你就帶他到國內的明山 都是去看佛寺 認識很多那些師傅 你知道他是何卓新的太太 那些人當然有興趣認識他 認識他就跟他聊天 他說很多話 有甚麼呢 我們這裏又爛了 你幫忙捐錢 很多時候就有很多互動 很多互動 還有就說 我們如果有甚麼需要 就希望你也幫忙 所以他就認識了很多人 亦都因為他去散心的時候 他就不只是幫別人做事 亦都是聊天 聊心事的時候 就的確開解了他 真的開解了他 所以他對於佛教 其中有幾位的師傅 其中一位叫若信 若信師傅 他很心儀 是南京的 妻霞子的主持 他就覺得 這個師傅真是不得了 真是有眼光有元見 跟他談過在交心之後 他就得到若信師傅鼓勵他 所以他說 你不只是拜佛 他就說你有能力 你作為一個首富的太太 你有能力 你做多些社會的事 不只是 這種眼光是他 沒有想過師傅會這樣跟他說 所以他回來之後 就認識了一位有錢人 即是朋友 不是認識了甚麼有錢人 那個朋友 這個叫做 張秀波 也是姓張的 張秀波 他是澳門裏面的有錢人 其實澳門有間佛寺叫做 公德林 現在還有的 就是張秀波 他自己的別墅 是他自己住的 別墅 就因為他自己信佛 和他對音樂是很有研究 於是他就寫了一本 叫做 香港國隨筆 就是研究念佛的 於是他就成立了一個 叫做香港念佛團 於是他就 教別人怎樣念佛 然後他就回來香港 回來香港 就在灣仔 波斯庫街 另外辦一個念佛團 在香港 因為他和張連國是認識的 為什麼知道他認識呢 不知道你對澳門熟不熟 這間公德林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 江頂河東圖書館 那條街走落一點點 那條斜路 就是了 前後都不用五分鐘 你如果記得那個路線 其實他兩個根本就 根本兩個就住在附近 所以他 這位張秀波 在那裏念佛的時候 他就經常在那裏念 那時候 張連國就聽到 哇 為什麼唱得這麼好的呢 這些煩音 於是就跟他熟了 熟了之後 不如你又過來香港搞吧 而當時張連國就在 澳門的龍蘇街 其實那條街就叫龍蘇街 在澳門的龍蘇街 和香港的波斯庫街 就扮移學 大家就自趣相投 扮一間移學 就接濟那些貧童 還有就是 在裏面教小朋友 一些宗教性的東西 佛教的東西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 就扮一些社會事 所以香港第一個佛教 搞的移學 其實就是張連國搞的 當時叫補國移學 後來搞一下 覺得不夠 所以再扮 於是他就扮了第一間 又有張秀波幫忙 他就有信心 於是他就覺得 尤其是女子 是沒有人理的 當時女子沒有人理 所以我覺得 我扮一間學校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照顧那些女子 因為女子 在社會上 仍然是受歧視 所以他就覺得 如果我給女子 有機會讀書式字 學一下針子 學一下家政 將來他有一門技能 他出來可以找到食 所以他其中一件事 就放在女子身上 於是他又想開一間佛堂 就想一下 搞極都搞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開佛堂不容易 當時香港島是沒有佛堂的 所以就剛剛 這麼巧 他跟何東結婚三十五週年 當時叫做金婚 其實金婚不是指五十年 是指三十五週年 何東就送了十萬元 給他 給他 給一筆錢 當時 搞清楚 當時十萬元 當時十萬元 那為什麼當時會給他十萬元 是因為 何東著氏的第一位太太 麥秀英夫人 其實就是因為 她跟她金婚的時候 她先給了十萬元 麥夫人 所以到她金婚的時候 她是不是也要給他十萬元 因為大家是平妻 她就變成不公平 為什麼你給他不給他 所以 有先例 所以剛剛好 算到她想扮佛堂 而這個時候 就是她三十五週年結婚 所以她就送了十萬元給她 不管你了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她就拿了這十萬元 裡面 就拿了一萬多元 就在山江道找到一塊地 就買了那塊地 就用來建佛堂 就按了法例 全部是做足手續 所以她就可以去 開一間佛堂 那就是1931 1932左右的時間 一路就在籌備 就用她剩下來的錢 就是去經營這一間 就是怎樣建 怎樣做 所以當時就在1935年落成 一開了之後 就成為了這個港島區裡面 第一間佛堂 也是最重要的佛堂 成為佛教的中心 再加上你要明白 她是河東的太太 所以她號召 無論是做宗教的事 做慈善的事 基本上一夫百姓 你想知道怎樣有效呢 有效的一種號召力 她在東年國園裡面的佛堂 因為她現在是法定古蹟 所以你禮拜六日 是可以進去參觀的 日後她有其他事做 就是平日 但是禮拜六日 因為禮拜六日 因為禮拜六日 她是做學校的 跟她說保護學校 所以她是不開放的了 禮拜六日 但是假期 她是有活動的 或者你自由參觀都可以 那你進到佛典 那個佛像後面 其實她是有一個廳 很小的 叫做連國紀念樓 連國紀念樓 以前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以前 是有兩塊木的碑記 碑記 是木的 你有機會去看看 那塊木碑記 很有趣 為甚麼呢 你看看 就是當時連國紀念樓 起的時候 誰捐錢 老實說 河東的太太 用甚麼要捐錢 是不是 怎會沒有錢 但是你不要管 大家 為了要紀念河東太太 是對社會的貢獻 所以大家就想 建一個紀念樓 樓上是用來做慈善的 下面有一個小空間 就用來擺她的照片 那些 弄了兩塊 放在那裡 就寫捐錢 哪個人捐錢給她 那些名字就厲害了 甚麼甚麼律師行 匯豐銀行 油麻地小倫公司 全部都是當時那些 外國人 或者社會言達 頭最頂尖 包括歐洲人 中國人 用公司名義 用個人名義 寫在那兩塊牌上 你就可想而知 她那種號召力 喂 守父太太 你是不是都要給面子 這塊牌 做出來幾 一百年後 你看看 沒有我的名字 怎麼可以 所以那兩塊牌 很重要的 你就知道 不是開玩笑 只要她號召 大家一定是一呼百應 無論做慈善 做宗教 而且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 她樓上 其實現在是一個 擺神主牌的地方 這個神主牌 你說是甚麼人 去買一個位置 來擺自己的祖先 擺祖先位的地方 你做一個實驗 你清明從仰 你早上八點鐘 就在這裏 報半天就可以了 報到十二點 你看一下 甚麼人出入來拜 全部都是 你能說出的有錢人 華人 首富甚麼人 他們的祖先的神主牌 都是擺在東連國園 為甚麼 因為你想一下 當時又沒有佛教墳場 還有 東連國園 何東夫人 你想一下 何東夫人 何東家族 那些人的神主牌 都擺在那裏 我們跟她的層級差不多 為甚麼 你起碼有管理員 你不會有人來搞她 所以我們是這個層級 喜歡進去這個地方 她沒有限定 一定要那個層級的人 才可以進去這間佛堂 而是 就是一呼百應 其他那個年代 那些華人 他自然就 家人就在這裏 立一個牌位 在那裏 所以 是很厲害的 你找一天 清明那天 你早上早坐在那裏 你所有在政府出入 或者在立法局出入 那些人 你就會在那裏見得到 全部在那裏見 連明星也好 甚麼人也好 你在那裏都會見得到 你就知道 不是鑽石山墳場 那些那個層次 而是大家的心情 尤其是有處 到這裏見到 那裏見到 這裏見到 你 這裏見到 你 有